各位作为一个调查 你们还会过五四青年节吗 我看了一下我后台的粉丝构成 30岁以上的朋友居然占了8成还要多 其中有4成年龄会落在30到40岁之间 所以你们还有多少人认为自己是个青年人 依然在用青年人的方式在跟这个世界互动呢 说实话这个青年节最感动我的有两件事情 第一就是B站的五四演讲视频 第二就是我恰恰在五四这一天 参加了一场特别的火箭出征仪式 下面分别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先说B站的五四演讲 主题居然就叫做如何科学的快速变老 有点懵对不对 我一听到的感受就跟视频里面的观众一模一样 愣了一下心说搞什么鬼 无数的问号就写在了脸上 那我们就接着看看80岁高龄的B站UP主 老顽童王玉生是怎么搞鬼的 作为中国科技馆原馆长 王玉生从三个方面给出了 让咱们快速变老的科学方案 第一如何科学的挡出中老年标志物啤酒度 每一顿应酬都别落下 别人欠酒你就豁 使劲的熬夜争取把肝功能搞衰退 代谢变慢 脂肪就能够堆积起来了 第二怎么样科学的做到失眠 你要保持焦虑的心情 遇到问题不要解决 先自我暗示 我不行 凡事都要在意别人的看法 多攀比 集砖压力 皮子纯的水平失衡了 你想睡都睡不着 第三啊如何科学的丢掉 好奇心 你看出来了吗 这位可爱的老爷子呢 其实是采用一种正话反说的方式 教会我们如何科学的保持年轻 我是笑着看完之后 才发现自己的眼眶里面已经有了湿润 那句话 我们最不需要的 就是和年轻划清界限 真的是触到了我内心当中最敏感的神经啊 是的 年轻的界限到底是什么呢 是年龄 是样貌 是头发的颜色 还是皮肤的松紧 这些都不是嘛 或者说年轻根本就没有所谓的界限 只要我们保持好奇 只要我们向世界敞开自己的表达 就从来不会老去的 你看看B站上有多少个老年up主 他们依然在使用最新最炒的方式 分享着各自那活力四射的生活方式啊 当老安童王玉生说出 听我的 世界那么大 你就让他大 你会觉得他老了吗 当73岁的耿奶奶变成黑武士 往清楚前面充满童真的一站 将戴着霹雳手套的双手 当在黑草眼镜前面时 你会觉得他老了吗 当一位爷爷吹起口琴 自在放松地坐在镜头前面 将一首首经典的歌曲 送到我们的耳朵里面时 你会觉得他老了吗 当然不会啊 所以变老这件事情呢 说起来还真的有些不容易啊 只要你哪怕对这个世界 还有一点点的好奇 就不会容易变老 其实往生了里面说呢 整个人类已经在地球上 度过成百上千万年了 但是你看人类老了吗 没有嘛 反而越活越年轻 越活越对这个宇宙感兴趣了 今年五四呢 我恰好就参与了一场 咱们中国民营航天企业的 火箭出征仪式 在出征之前呢 我就跟他们的一些工作人员聊天啊 明显的感受到 那背后强大的驱动力 就是对浩瀚宇宙的无限好奇嘛 这种好奇啊 让他们不惧寂寞 不惧失败 当然也不惧岁月在他们身上的刻画 仿佛时间定格了一般 永恒且坚持 所以啊 这两件事情架在一起 让我度过了一个特殊的五四青年节 感谢B站 感谢B站上那些老年UP主 感谢B站 特意为这一周免费开放的 大量优质纪录片 从历史到人文 从美食到科技 从萌宠到宇宙 它们是三千多个 将你包裹在好奇心当中的时间胶囊 它们是没有负担的精神食粮 它们是B站为年轻开出来的一张无价支票 所有不愿意变老 也不会变老的朋友们 咱们一起去看看 去学学 去抱持热爱 去融入新鲜 去认真地过 现在以及将来的每一个青年节